问一下丁老师 所以川普实际上表面上是个狂人 确实有的时候是个老粗 我看到他旧的影片说 中国性侵美国 他用性侵形容贸易 其实说穿了他的意思是说 霸王硬上钩 或者你占我便宜 对不对 我们不是你请我愿 是你占我便宜 但他讲得很粗 可是川普尽管他的语言 非常的粗 非常的直白 然而实际上 他是不断的兑现 他选前的政策跟支票 我们如果把川普总统的 这些做法 跟美国几个前总统的做法 做个比较 我们可以说 川普用矫枉过正的方式 矫枉必须过正的方式 来把几十年产生的这种惯性 或我们叫惰性 英文是同一个字 把它扭转过来 我们不要忘记说 固然川普说要把美国制造业带回来 其实我们讲 就是说2008年全球金融泡沫瓦解以后 一些西方国家从德国日本都开始要让制造业回流 德国有制造4.0 欧巴马总统也在开始搞制造业 2016的时候 可是问题就是说 那个惯性你要把它扭转过是很难 为什么 因为美国整个产业来讲 就是说让人家觉得 它基本上是服务业金融为主的一个 当然加上IT等等 所以就是说你要让 这些人又有很大的影响力 那么所以你就是说 你要让这个制造业回流 或等等等等 你必须要有这种所调交往过正的方式 所以那刚好川普当选了 然后川普又是他这种风格 他这种性格 所以真的就造成一种交往过正的效应 那么他用这种强力的方式 那当然会引起很大的反弹 很多人对他的强烈的批评等等 当然他有一些行为是很粗鲁 很歧视女性或等等的 可是就是说 讲来大概只有他这样的人 才能够用这种强力的交往过正的方式 让这些东西能够推动的下去 那比如说他跟中国打贸易战 其实你说 在我以前讲 就是在欧巴马总统任期的时候 美国企业界其实很多对中国不满 可是欧巴马总统似乎做不了什么东西 也许他想做 可是至少我们从结果来讲 他没有做出什么东西 可是川普的贸易战一打以后 真的让中国吓到 然后现在是中国必须要跟美国谈 而且最近媒体报道就是说 中国在今年3月马上要开始 全国人大要开始把那外商投资法做大幅度的修改 有些内容媒体都开始有报道了 比如说给这个负面清单 然后所谓的这个准国民待遇 那些准国民等等等等都开始出 而且让外商投资企业可以 也这个竞标中国的一些专业计划等等等等 所以就是说只有川普有这种个性 让你用这种所谓的强力的矫枉过正 才让把整个改过来 这第一点 第二点就是说 也因为这样 所以就变成是说 川普他能够把过去很多 这个共和党长期主张 能够再把它贯彻下去 我们知道一个共和党跟民党的作风是很不一样 共和党主张小政府低税 这个大国防 这个还有这个抓移民等等等等 还有就是说让这个教育改革 让私人办的学校 可以拿到这个国民的 这个叫做国民金 然后可以跟公立学校一样的竞争等等等等 那这些东西来讲 基本上就是川普一当选以后 他真的就强力在做的事情 又把这欧际建保 想把它废掉 因为共和党政府一向主张小政府 少社会福利等等等等 所以基本上就是说 你可以看就是说 川普就任这两年以来 把过去这个共和党主张的东西 几乎把它推展到一个最高的极致 我这样讲也许有点夸张 不过基本就是 已经把它扩展到一个极致点了 那这再重新是在变成说 很可能会逼着民主党政府 民主党也要来跟进 我曾经有机会跟一个 一个美国国防部退职的官员 在聊这个问题 聊不同的总统 他讲说 他觉得就是说 欧巴马当总统 讲很多抽象的 什么叫美国国家战略等等等等 那问题是 在那个执行层面观的来源 就是说 你要把战略变成具体的东西 你告诉我要怎么做 我才能执行 可是川普来讲 没有不讲什么战略 我就告诉你 一二三四五 你个人去做就对了 那这种事情才变成说 官僚反而喜欢这种风格 为什么 因为很明确 你要叫我做什么 我就做什么 很清楚 但是川普基本上是个CEO 他在当总统之前 他一生没有做过公职 他从来没有做过公职 就是说 你想象一下台湾 有一个总统 一生没有做过公职 他当总统 然后他一二三四五 来照顺序做 对 川普现在就是这样子干 没有错 就是他把总统当CEO干 但CEO要管 很难管 来我要管 一 一就做一 二就做二 三就做三 所以一生没有做过公职的 他突然做了一个 国家权力最大的领导人跟总统 他反而扭转了 那个官僚跟公职体系 同时对这个 这个你知道 任何官僚体系都有 他的惯性 或我们叫惰性 对 他某种程度 真的把他 某种程度做一个很大的改变 那台湾社会 华人社会 包含中国大陆打这场贸易战 本来都小看了他 如果跟北京很多朋友聊天 他告诉你说 中美关系好也好不到哪里去 坏也好不到哪里去 可是现在的问题就是说 这个坏已经坏不到 看不到一个底在哪里 他们都有这种认识 就整个改变都 就是说对中美关系的观察 是已经彻底的改变了 就从1979年 邓小平要韬光养晦之后的政策 到今天是彻底的改变了 那美国一旦把中国当作敌人之后 实际上各种面向都可能承受 不一样的压力跟不一样的挑战 所以中国内部也是到了这个时候 才认知认识到 他所面对的美国跟美国政府 跟美国领袖是全然不同的 那跟过去是一个很不一样的 美国政府 而且川普真的是强力去执行 去做这些事情 我们今天聊的是贸易战daylight 倒数八天 现在中国制造成为美国的眼中钉 尤其是中国制造2025的国家计划 在李克强提出之后 川普跟川普入主白宫之后 对于整个白宫政策 美国政策 贸易政策 有了180度完全的转弯 那这个董老师 所以实际上中美关系在变 而且是大幅的变化 这里头的变化 贸易战是表象看得到的 其他很多面向 也就跟着变化了 是的 其实从中国制造2025 从这里开始的话 你看上面所列出来的 总共有十点 都是高科技 都是科技战 我先讲一个现代科技 它的特点 它有两个特点 第一个特点 就是说现代的科技 它已经很难再分类了 就是分类 就像你这样分类 我懂 因为每一套 每一个不同类别的科技 它其实是 它已经交织在一起了 就生物科技跟大数据 跟5G大数据 你跟机器人 你跟农业科技 其实都是交织在一起 对 然后也跟材料科技 交织在一起 所以表面上10个高科技的分类 其实是最精华的尖端科技 同一类 是的 好 它马上就产生一个后果 其实过去30年来 我们再也没有听到一个 什么大的发明家了 没有了 对 以前听说爱迪生发明灯泡是吧 谁发明电话 以后不会有了 请问你 苹果的过世的CEO 最有名的 贾博斯 贾博斯 请问他发明什么 他重新定义iPhone 对 他重新定义手机 他其实就是一个高级的Sales 他只不过提出一个概念 说他想要那样的手机 结果苹果公司下面有 五六千个不同的科学家 帮他做出来了 所以你很难分类说 这种智慧型手机 是谁发明的 讲不出来 他不是单一明星 单一个人 所以以后再也不会有单一的 这个所谓的发明家 以后所有的这些科技 它代表是国家整合科技的力量 对 这是科技的第一个发展的重点 第二个重点 所有的这些科技里面 最重要的 就是AI 人工智慧 它是最重要 核心中的核心 我举例来说 5G大数据 你如果大数据 你这个数据库再怎么大 没有AI 根本就是废物 对 一点都用不了 我举一个有趣的例子 1991年 东欧的共产主义政权垮台 结果罗马尼亚 结果罗马尼亚的人民 就冲进了罗马尼亚的 他的国安部 因为前这个共产主义的国家 对全国每一个人都有记录 都有档案的 所以他们就冲进那个档案室 非常大的一个档案室 全国所有人的档案都在里面 问题是找不到 不知道在哪里 那是书面的 还没有电脑画就对了 好 现在就不是了 所以说为什么这个AI 会变成说中美之间的科技较量 一个非常核心的问题 我在打个岔延续你刚刚讲的话 在没有科技 没有数位化的年代 共产国家要找一个黑名单的档案 要找很久 因为他可能每个档案都是指的 都是文献的 丁老师是黑名单 我还要去找到丁老师的file 把它找出来 然后看丁老师的身家 资料怎样 为什么会有一个黑记录 可是中国大陆的社会信用资料 他现在把每个人的ID 身份证 黑名单 你买过什么东西 你做过什么事 你留下什么资料 你所有走过的痕迹都见档 你生过什么病 你吃过胃药 你吃过止痛药 我都知道 而且完整的数位 就是说当年的东欧 没有数位化 你很难分析资料 现在连每个人都是资料 而且都是完整的长期的资料的时候 每个资料都可以重新解构 重新拆解 重新分类 重新建构 那就很恐怖了 恐怕比你想的还更恐怖 这个叫做中国的国家计划 2016到2021年 他要建构 就是说社会信用体系大资料库 用五年时间 可是今年是2019年 我估计他已经建立的差不多了 这个资料库就是说所有的资料 人民的所有的资料 他都会收集 但为了配合他这个人民 收集资料的需要 所以为什么中国的数位经济 是全世界发展最快的 你就知道为什么支付宝会 会在中国会发展那么迅速 因为那国家政策在指导的 为什么中国的脸部辨识系统 那个无人商店是全世界发展最快的 因为背后有国家政策在支持 这个都会帮助国家 在收集你的资料 而且数据越多 他run久的修正 run久的修正越精准 他有13亿人口当样本 当实验样本 跟我们做过小时候 做过实验 13亿做样本跟13个做样本 你的抽样不一样 你的精准度跟修正的幅度会不一样 大数据另外一个变相的循环 是数据越大 随着时间演变 它会越精准 所以所有的所谓的大数据的公司 全世界都一样 包括中国 所谓的大数据公司 其实就是AI人工智慧公司 别骗人 你就是在搞这个东西 不然大数据是没有意义的 以今天中国来说 它的数据控制 它对人民的数据控制 已经可以收集到 这个人11住行娱乐 所有的资料 全部都进来了 你都跑不掉 包括你刚才说的 你的健康资料等等 通通都有 这个时候 用中国的话 用中国共产党的话 它要消弭 反动分子 反动于萌芽之间 对 好 我随便举个例子 这跟我们做健康检查一样 你的身体有发炎的细胞 先瞎 不然它长成大肿瘤的时候 你都很难割 这个要怎么做 我举个简单的例子 这是70年代 上个世纪70年代 美国的技术 美国就已经做到 那还是最原始的 简单的说 譬如说 全国 全美国的图书馆 它都控制 然后它都有监控 然后配合你的AI 自动辨别系统 什么意思 谁这个月来借了有关核子武器的书 谁来借了有关制造生化武器的书 还借了三五本 借了三个月 后面就有人派 就会有人了 国安部就有人过来 暗中看你想干什么 这个叫消弭 这个反动分子 维持社会稳定 维持社会稳定 好 因为你是不稳定 我刚刚讲的是70年代的技术 它现在的技术就更精密了 就是说它的那种 就是说你做什么事情的征兆 它那个因素 它可以下的很多 因为有AI在后面帮助 谁讲了习近平 你就讲这三个字 马上就会讲多了 他过去看你在干什么 就是现在的技术 可以处理更复杂 或者说可以执行更复杂的监控 所以为什么索罗斯说 习近平是自由世界最危险的敌人 没错 索罗斯想要追求自由开放 而他知道习大大的帝国下面 是这样的体系 封闭极权 但是掌控AI大数据 中国政府对人的监控 已经都做完了 脸孔 步态 声纹 更不要说你的指纹 什么 那个东西做完了 今年要开始做新的 汽车 所有的在中国 卖到市场上的汽车 管理是进口的 还是自己制造的 汽车里面要直入晶片 然后便于全国监控 以后我的想象 因为它有社会信用平等 恐怕全国14亿人分10等份 按第一个按钮 这第一等份的是受保护的 你那个荧幕里面显现不出来 按第10个 按第10等份的就是有反动嫌疑的 你现在人在哪里 你在做什么事情 那个大荧幕就全部可以显现出来 这叫AI自动识别系统 这个跟很多财务工程一样 我也一样可以去判断 某个公司风险多少 然后财务风险多少 然后它现在可能有多少 曝险部位 然后它发生风险 跟风暴的事件是多少 只是过去这些都不会用在人上面 现在全部用在人上面 而且还向海外出口 这个就是说他已经 因为其实很多财务工程业者 也做这件事 但是他用在法人 就是说他讲说这间公司 他获利多少 他风险多少 他财务多少 这间公司他获利多少 风险多少 财务多少 营运多少 现金收入多少 但是他用在法人 而还没有用过人身上 最近有个媒体报导 中国建立社会信用体制 已经有将近170万人 不准搭飞机 不能搭飞机 对 反动黑名单 他的社会信用不好 这是一个科技化的黑名单 我们小时候 比如说小奖的年代 也有郭贝宏也是黑名单 也有黑名单 就是台独 那个说台独黑名单 那个叫台独黑名单 可是那个不够精确 而且是人工在监控 其实它更具威胁性 也就是中国的这一套监控系统 美国发现 随着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 其实是在向世界扩散的 尤其是全世界的极权国家 非常欢迎中国的这一套系统 对 有效嘛 韦内瑞拉就已经在用这个了 难怪他要策反韦内瑞拉 是的 所以我觉得 韦内瑞拉 它这个是对全球的 尤其对美国的 所领导的那种 民主自由的价值是非常大的伤害跟挑战 就我刚刚讲的 科技的监控不是达不到的 可是过去在财务工程的监控 监控的是法人 不会用到真实的人 有血有肉的人 现在可能用到真实的 有血有肉的人 而这样的人权就受到影响 还有更立即的威胁 我们讲的是指监控 还有更立即的威胁 也就是现在AI把它运用在军事科技 军事武器上面 那个叫人工智慧 这个武器 简单的说叫做杀手机器人 简单的说 2017年 2017年年底在广州 有一个全球论坛 有一个表演 1118架的小型无人机 在空中跳舞 然后排置 非常的精准 非常的精确 然后那家公司的 广州那家公司的负责人 还说 这个1118架的无人机 我只要一台电脑 一个人就可以操控 台湾灯会 台湾灯会 这是台湾100架 300多架 台湾灯会就已经弄了 然后在军事 在中共的军事科技上 这个叫风群 那我模理想象一个状况 它如果有一亿台 它如果解放军 跨越台湾海峡 还有自动识别功能 对 请问 我们真的撑得到 依赖老美的航空母界 来的那一刻吗 我国的发展也不错 所以我觉得 倒不必长他人志气 干扰 干扰至少做得到 如果一个人一台电脑 可以操控的话 理论上也可以干扰 理论上可以干扰 那个跟网军一样 我们现在人工 陈宁关的网军 一次只能回答一次留言 可是AI机器人的网军 它可以复制的机器化 到处扩散 我补充你 就是刚刚立文讲的 那个就是 中国针对智慧财产就有问题 我刚才讲就是 中国在人大常委会 最近在讨论 外商投资法等等 可是问题 我们不要忘记点就是说 美国不一定相信 他设这个法 董立文刚刚讲 所以我们不要忘记就是说 当刘鹤带着中国代表 到美国谈判的时候 谈判完 这个川普有接见他们 在白宫 然后呢 川普首先请刘鹤 讲讲话 刘鹤讲完后 然后请 这个美国贸易谈判代表 这个莱特 这个泽西 也讲讲话 莱特泽西讲了三个字 他讲了很多 不过有三个字 大家特别 就叫enforcement enforcement 就是意思就是说 你中国过去设定很多规定 你都没有照办到 对 所以呢 我现场就是执行 执行执行 执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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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就是说 美中政治谈判里面 可能会有一组 就是说专门在 美国专门会 特别要就是说 成立一个什么样的机制 来专门来 来monitor 中国有没有有效的执行 也许三月会通过的 外商投资法 也许 所以这个东西是 我觉得是我们要特别 去注意的一件事情 另外就是说 这个东西就是说 美中的这种 这种目前的冲突下去 对